樓居說是有女朋友那一位是不是 對 他也有 S姐你好 你好 好 壓力好大 好緊張喔 緊張什麼 因為我 因為 什麼 從大班就開始喜歡你 大班 差不多啦 所以你現在幾歲 二十八 所以你也是喜歡我的是不是 喜歡啊 喜歡 那看到本人會失望嗎 完全沒有 我覺得你一直在淨化 越來越漂亮 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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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化寶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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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鼻子超尖 對 轉頭可以碰到來鼻子 然後雙腳 雙腳變很短 對 瘋狂淨化 所以如果我今天晚上 就是譬如說錄完之後 我就說 你要不要陪我去喝杯酒 我絕對會去啊 真的嗎 我真的 可是是單獨喔 單獨嗎 不然你要帶誰 你不會帶經紀人嗎 沒有 我會帶派翠克啊 對不對 我沒有人要跟他喝 我不是我要去嗎 我不是 我不是喔 所以單獨你敢嗎 單獨我 敢喔 我敢 我可能敢 可是就是要報備一下 經紀人會不會說 你最好不要去 經紀人喔 不會 他應該也滿希望 我去的吧 經紀人在哪裡 在這 在旁邊 我可以約他去喝酒嗎 因為萬一在喝的途中 我就有點這樣 我覺得你真的滿可愛的 你這個肌肉怎麼練的啊 肌肉也算白了 他胸肌很大 他最近練很輕啊 好硬喔 對 他最近也很輕 小賴也很想捏吧 我常摸了 所以就是如果 在途中就一直這樣子 手這樣一直上下其手 你會說 而且不要這樣 我不是這樣的藝人 我不是這樣靠這個喉 對 什麼的情節 我可能會 什麼的情節 我可能會 可能就會有一些事情 然後就先走這樣 就是說有一些事 你說會完成 或是說我喝醉了 或是明天有工作之類的 那就是他 就是只要有毛手毛腳 他就會變得很正經 八百 會不會是因為他 有女朋友的關係 對 所以女朋友交往多久了 快六年 所以他女朋友 你也認識嘛 認識 認識 就是可愛型的那種是不是 對 活潑俏皮的 然後其他團員也都覺得可愛 對 為什麼 經過了一秒 對 他很希望未來可以像你一樣 因為他也在主持 他希望未來可以像你一樣 他也是主持人嗎 真的啊 我是覺得你可以跟他分手 你又沒看過人家 我是 我就是不喜歡小帥哥 跟有女朋友怎麼樣 OK 好 所以你在那個團裡面 是擔當什麼 饒舍 對 我的天啊 沒有啦 現場饒舍你OK嗎 可是 要是打舍或吃字就很尷尬耶 對啊 可是我很愛看那種畫面 不好意思 好壞 我覺得 因為 挑戰一下啦 衝人啦 好啊 你要節奏嗎 不要給他節奏 其實因為這一part是 撩S結尾 就唱一段 你們的歌嗎 可是要 算是我的歌 要唱歌耶 對 那你要在四周有那種 有那種蹲上 這個比較安靜一點 好 安靜啊 所以你就不走 我用 好 好 預備 你這叫做很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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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嗎 等一下我重新進一下 那種情緒 不要 我們不要尷尬他 不要 因為他 因為他是自己進的 我就是這樣 你自己開始 好 好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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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尷尬 好尷尬 好尷尬 你先不要看著我 這首歌後面怎麼唱啊 好尷尬 這種跡象 這種力量 無法克制 If you want some 現在不上 更太合適 其實一分之一的幾率 不用再做 其實一分之一的幾率 不用再做 解釋 對 那是什麼 不用再做解釋 已經在愛 好尷尬 好尷尬 尷尬 我應該要 跳一個比較帥的 對 你要跳一個帥的 對啊 應該像 那種那種的 因為這種沒有音樂 很尷尬 對啊 那一段就已經整個軟掉了 我覺得你還不帶一點 會比較好 我覺得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這段到這邊 就好 你確定要把大家的音響 提供在 也要嗎 我覺得滿好的耶 我覺得挺好的 我覺得你們覺得 這麼尷尬 謝謝 謝謝 先讓你們講一下 你們好像要辦演唱會了 是不是 對 我們即將在八月份呢 八月六號 對 八月六跟七 會舉辦台北小巨站 你幹嘛不直接講幾號 還要說八月正 忘記了 我沒有忘記了 OK 好 請講用戲是不是 可以啦 在台北小巨站 在八月六號跟八月七號 舉辦我們 在台北小巨站的演唱會 然後 鬼想唱什麼 幾點啊 幾點啊 就是你們買票賣上面有寫 大概六七點那邊 在後面有一些歌手會辦下午場 我們七號是下午場對不對 七號 七號是下午場 然後六號是晚上場 然後現在已經開始售票了是不是 已經 我們一場已經賣完了 一場已經賣完了 加場的還有票 對 七號加場 OK 好 今天呢 你們要接受姐姐們的考驗 可以 好 我相信你們玩得很兇 應該不會跟我講那種很 官方回答 對 不要吧 官方回答我們會有懲罰喔 最官方的今天沒來 對 我上次有訪問過她 對 她真的好官方 但她私下不是想 私下完全不是想 真的嗎 她可能需要我們在啊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看她 上節目是長這樣 你沒有看她上我們節目 有 超假的 對 我想說 五間行就是很活潑 因為人本來就玩狼人殺 其實很會互鬥什麼的 然後我想說 對她還滿有期待的 結果每個問題 她給的答案 我就想說 妳有下節目對這個人扣分嗎 就想說 為什麼她不像一個 就是正常的年輕人 要一直給我那種 很客套的答案 沒有 她一個人會比較慢熱啦 就是可能要我們的存在 就是我們節目一錄完 它就熱起來了 回家說 那太慢熱了吧 回家的時候突然看看何談 對 妳說 她掉有沒有丟 我想跟她講我的秘密 我剛剛想到 我們就慢熱一點 但今天她們都準備了一些 比較那個 對 姐姐妹 厲害的問題要問她們 好 那我們先從 因為張玲她本身 就是一個吸血鬼 她非常喜歡吸血鬼 所以張玲就由妳先來選一位 妳想問的好了好不好 好 看一下年紀的話 應該是 樓俊碩 你就是喜歡她想像好不好 還想一下 你知道因為剛剛就是在看 看路之前小小有問我 我就先問她了 然後我想了一下 她沒有 她是先這樣掃射了一下 然後我就說我看出來了 因為她眼神停在一個地方 特別久 就是看過去的話 就是 稍微選定 妳就是喜歡很明確的 帥哥就對了 對 有一些模糊 要帥不帥的妳就會 對 或是太特別的耶 對 一定要帥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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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有一天 你們就是 資金有了問題 就缺錢了 然後有一個富婆 決定要來資助你們 但是你們要拍的那個劇 是BL劇 然後就是 你可能要跟小賴 就是有很親密的床戲 可能要全裸露屁股 然後或是一些交纏的畫面 那 妳不要跟她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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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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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我有畫面 因為我有畫面 不好意思 我也有 對 然後 請問你們會 就是妳會接受嗎 妳說接受 但是妳現在 就是走投無辱 完全沒有任何通告 然後窮到 真的沒有錢 連吃陽春麵都沒有錢 我會 可是她一定要跟小賴嗎 還是她可以選擇 我覺得她只能跟小賴 我覺得我會願意接受 真的嗎 因為走投無辱 那如果三點 三點全露的床戲 對 妳不是答應過我嗎 那要看錢有多少 已經走投無辱了 對 走投無辱 我說我們會在比爾街 去玩棒打老虎機之後 是為了要露是不是 為了要露 你不用啦 你服務她就好 好 好 應該會吧 三點全露你願意 三點 我覺得走投無辱的話 賺到這樣服務吧 你確定嗎 那跟小賴蛇吻呢 蛇吻還好吧 我可以只要三點全露就好 蛇吻你不行 蛇吻你會選擇三點全露 三點全露至少是 我自己覺得滿意啊 對啊 站在鏡頭前不動 然後三點全露 這什麼劇情啊 這什麼劇情啊 對啊 你有沒有動作 蛇吻你不行 你不要帶那個私人情緒 問我這個問題好不好 你不是說可以 可以吧 可以啦 他可以 可以吧 走投無路了 走投無路了可以 你覺得這個回覆 是你滿意的嗎 因為不滿意我們也有懲罰 願意三點全露 也願意蛇吻 可是很勉強 而且小賴已經那麼熱情地說 我OK喔 因為你這樣有一點點 傷了小賴的心 真的 我們必須禁懲罰 小過分 小過分的 我覺得剛剛也很不尊重我 就是要懲罰一下 你剛剛說 沒有 我們只有原因 才會懲罰 我們不是那種硬懲罰的結局 我覺得這很合理 三點 七 第二 空氣椅子 空氣椅子二十秒 空氣椅子這麼無聊 這算懲罰嗎 我覺得這樣很好 我覺得好痛苦 他很想空氣椅子耶 不然你再蹲低一點好了 二十秒要夠了吧 沒有 然後 你聊一下你們這次演唱會的特色 好 我看 我們這次演唱會呢 就是 會有很多的新歌 大概有多少新歌 大概有 滿多的 因為我們個人都有出新歌 然後再來我們五間請 接下來也要出新歌 我們也要再出新歌 所以這樣到底 總共會有幾首新歌 總共幾首新歌這個實際的數量 大家要自己到演唱會來 才可以知道 所以你們演唱會會長達多長 演唱會的時長 差不多兩個多小時吧 那會唱到三十首歌嗎 我沒有算過 超過 所以會累到不行嗎 我覺得現在比較累 可是演唱會的話是還好 可是如果 譬如說已經唱很久了 然後又要載歌載舞 有沒有可能偷偷後面 電一點聲音 電一點聲音 我覺得要吧 我覺得這是為了那個 表演的完整性 對 你是不是覺得演藝圈有很多 那個唱跳歌手 都是有電聲音 絕對有吧 你覺得誰電聲音變得最誇張 我看不見那個字啦 太小了啦 其他男生有沒有窮過 沒窮 有 有耶 你們都是苦過來的是不是 等一下二十秒過來 不是 你一直要開演唱會 對 你要練下盤的 是 對啊 一定要很多舞蹈啊 所以你們四個是誰 誰最負責的 那我從兩歲一開始講戲好了 我們兩歲講到三十一歲 沒有 我們大家都 都還滿辛苦的 我還好 你還好 我還好 不然小燕你講一個真的 你現在想起來都會想哭的 落淚 故事 好 這樣 就是我在搭 對 我跟你說就是 那個時候三千 一個月不到三千塊 真的很辛苦 怎麼啦 現在腿又八抖嗎 而且你在微喘嘛 我沒有講過 好 應該算成功了啦 我繼續跑 不用 好 我要聽小燕你說 你是真的有故事是不是 就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上大一都家裡就破產 就宣告破產 是說爸爸生意失敗那種嗎 對 然後就家裡 整個沒有辦法付錢 所以我那時候大一開始 就大一上學還算滿OK的 還付私立學校就是全部付完 然後很囂張這樣 然後大一下學其實就破產 所以我就開始去打工啊 然後 我一天只能用一百塊 解決三餐 整整四年的時間 然後在中間我一度 這邊是不良示範 大家就是體諒一下 就最辛苦我已經餓到 我去超商 然後就是 偷了一個茶葉蛋吃 茶葉蛋那麼燙怎麼偷 沒有 沒有 你完全擺出了重點吧 有袋子啊 有袋子啊 然後我就再買一個泡麵 然後那種十塊的 然後空的碗 然後丟進去 你沒有就是徒手拿著走出來 因為要徒手拿著走出來 你說隨手瞎偷嗎 你太瘋了吧 對 反正後來就是有 做這件事情啦 然後當然隔幾天覺得 自己良心不安 就有回去那個超商在捐錢 捐個十塊的十塊 對 反正就是這個 這個應該是我人生 最慘的時期 就整整長大四年 就是餓到 窮到餓到去偷那個茶葉蛋 對 然後後來咧多久之後 家裡經濟才恢復 真的是這三年才恢復耶 因為就是其實後來走演藝圈 一直浮浮生生 沒有辦法存到任何的錢 然後是到三年前開始 演藝界有點起色 然後才開始真正的賺到錢 然後開始給 是組了五間型之後 才開始賺到錢嗎 開始組之前 開始賺到一點 組了之後就越賺越多 越賺越多 所以現在已經囂張了是不是 沒有上賺 可以買一些奢侈品嗎 所以他家境本身很不錯是不是 他嗎 他也滿辛苦的 沒有 我家境沒有很好 所以家境好的是那個 我沒有 我家境也沒有很好 可是就是沒有 他們這麼不好看 可是為什麼你有一種 貴公子的感覺 有嗎 沒有耶 可能白吧 可能會 沒有 這也會白嗎 沒有 好膚淺的答案 所以陳靈久 你是有苦到什麼程度 其實我 我剛講的 我剛速度講我很苦 對 你有苦嗎 其實還好 沒有 我只是 我不會覺得那很苦 就是我剛才上來台北中醫 也是都沒有錢 然後就是去打工 然後什麼 然後可能就是 就住那種什麼 頂頭加蓋 然後吃 也是去 但是我是去Seven 跟員工成為好朋友 然後請他們給我 過期便當 對 就是每個點數過後 他們就會把過期的 收集在一個籃子 對 至少你沒有觸法 對 我也是 是手法的小孩 對